来到自助洗衣店洗衣服 但是你有发现到这里的烘衣机 很多都是靠瓦斯来烘干的吗 瓦斯啊 我没听过 我不知道 我觉得都是用电 设计走一趟洗衣店 烘衣机用瓦斯加热 居然没人晓得该放多少的料 大家夜市暮沙沙 用水龟就行了 一半以下吧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你家型是一半吗 真的吗 烘衣机底下火苗烧呀烧 多数自助洗衣店的烘衣机 都是靠瓦斯加热 原因就是因为成本较低 用瓦斯会比较快干 会比较省成本 电的话可能不容易干 可能要一直接二连三 一直按一直烘 业者表示用瓦斯烘衣 一个月成本约三千五百元 用电却要四千元 省了将近两成 但同样危险性也较高 如果没有人看管 民众又不会操作 很可能引发火灾 那个皮带会有重力 会造成磨损 会产生有摩擦 会有火花 会有烧焦的味道 业者说三个月要进行一次 管线整理或皮带更新 但是如果24小时自助洗衣店 恐怕没人注意 而且洗衣店要堆放八十公斤 也就是四桶以上的瓦斯 才会裂管 如果是天然气管线 消防单位也无法可管 成为安全漏洞 这点天西游宏建民 台中南投综合报道